锦安相公所和永安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了社区儿童粉彩化研习 邀请到专业讲师 为4到10岁小朋友们来指导粉彩创作课程 同时也安排了小朋友和社区长辈 一起来绘制粉彩化 透过老幼共学 让已把长辈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一走进永安活动中心 看到的是一折面墙精彩画作 这都是小朋友们 极富生命力和想象力的作品 除了规划孩童课程 永安社区发展协会也结合福气站 让长辈们一起来学粉彩化创意艺术 小朋友这时候变成了老师的小助手 穿梭在老大人的桌旁 引导他们跟着老师的步骤来创作 阿公阿嬷们在小小老师帮助之下 完成一幅幅美丽作品 展露出开心又幸福又有成就感的笑容 从我们的三岁娃娃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一起来上粉彩画 让我们的生活更缤纷 让我们的颜色跟视觉效益 感官的效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共学 看到孩子的成长 看到长辈的开心 跟孩子里面拉近亲子的距离以外 也让我们社区成为一个共融共享 而且幸福共构的亲子原地 很开心今天到永安活动中心 来做社区共协 看到我们的娃娃们跟长辈们一起的学习 也看见了吉安 创意跟多种艺能的原地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满满的相公所的心意 能够展现在每一个微量的地方 希望发展成为点线面 大家一起来关怀我们的老幼的 这样的一个创意 吉安厢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会持续推展社区儿童学艺 和老人各校福利创新 牺手社区发展老幼共学 也提供完善多元的有感建设 让长辈乐佛 孩子快乐成长 也分享社区大家庭的儿孙田伦之乐 借理会吉安厢报导